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 目前國內的疫苗是有限的 那近來有國人糾團出國去打疫苗 不曉得6月份出進到美國的人數有增加嗎 有沒有統計的數字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郵局工會他們有盤點 第一線的人員大約有53萬人 可是交通部卻只給了3.5萬劑的疫苗 不曉得這些外勤的郵差或是窗口人員有沒有機會打得到疫苗嗎 謝謝 好 那當然確實是大家疫苗的總數 確實還是不是那麼盡人意 我們當然發授大概就189萬 連6月17號的 在發授確實是有這種 增多週少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我們在努力 在爭取 那希望在下一批的時候 能夠更擴大的 讓更多的人能夠 打得到疫苗 然後我們會持續的努力 6月份 從臺灣出進到美國的人數 看起來並沒有特別的比較多 不過因為前一陣子大家還記得 6月初的時候 然後某一家航空公司 雖然有加班 不過那個部分 據我們的瞭解 主要都是之前 前一陣子返回 臺灣之後 在臺灣待了一陣子的這個國人陸續返回 僑居地 那另外是有一些學生要返回 這個美國去就學的部分 那那一段 所以在6月份會陸續有一些 到美國去的這個民眾